理想爆雷时,请记住《湖边一件美好的事》 作者,李承鹏 这天深夜,潘小刚忽然在一个很小的群里告诉我 他认了此时正在飞往枫叶国的航班上 独自带着12岁的女儿 他说此事已悄悄操作了一年多 谁也没通知,没透露,就是默默准备 直到飞机起飞离开祖国时 才跟大家做一场最后的告别 为此,他专门买了全程的WiFi 潘小刚是个沉默的中年人 一开口却如同惊雷 他说因为北京熔断了北美航班 只得带着女儿从上海出关 又因为疫情防控 小红帽早早下班 号称世界第一的红桥车站 没有直梯,只有扶梯 开了下鞋,没开上行 这天气温高达40度 当他分三次把六个大箱子 两个大背包运到站外时 内裤都湿透了 幸运的是打到一辆黑车 只有黑车才能进站 对方要价350元 他二话不说掏出钱就从红桥 一路狂奔到浦东 就在机场椅子上熬了一宿 都没敢住酒店 因为上海不稳定 怕出什么意外 就出不去了 浦东机场到处是横七竖八 从外地来户等待出国的人 有睡椅子的,有直接打地铺的 乌泱泱跟难民一样 不知是天气太热 还是空调不管用 人坐着都出一身汗 反倒厕所凉快 他每个小时都要去一趟 他和女儿 整宿没睡 就是焦虑 熬到早晨才开始直击 又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 过海关时 被严肃地问出去干什么 他小心翼翼说 出去陪女儿读书 然后箱子被翻个底而掉 所有金属和书籍都要看 潘小刚说 他是我十几年的读者了 看过我所有的书和文章 其实我对他没什么印象 他不太说话 也不在群里争论 他说从当年铸南大使馆 被炸热血澎湃 跑米地大使馆门口扔鸡蛋 到现在义无反顾认调 中间发生了太多 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读者 忽然乱了竟有一丝伤感 也许因为他说离别时 妻子在北京南站 抠着相父女俩挥手告别 他得留下来挣些留学费用 也许因为他50岁了 还要带女儿去一国打拼 而他拿的只是旅游签 初步安顿下来打算学个证 从此在那里打工和生活了 明白了 他是想黑下去 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 理想之破灭 才知道他在北京有房 有车有户口 每年可以出国旅游两次那种 毅然论调一定有充足理由 他说这是一个不断强化决心的过程 这些年社会事件太多了 每一件都推动我出去 最后推动我的还是徐州铁链女 我也有女儿 我忽然发现 其实我女儿和铁链女 就差那当头一棒 我俩聊了很多 似乎又没聊什么 跟这些年与润雕的朋友道别一样 都在水里 冷暖自知 慢慢的你就不觉得多疼 慢慢的墨烧成筋也麻木了 慢慢的心生老减 你待在水里一辈子都不会动 任由水温慢慢升高 最后你成为热水的一部分 永自自如 也可能 某一件事在某一秒忽然扎到你内心某个点 你碰得跳起来 就认了 匆忙祝福父女俩 因为有个旅行计划 我就去关注五十年一遇的高温 窗外像被晒化了 有户人家屋顶太阳能板支架被烤软掉下来 树上支了热得拼命叫 有人在跑步 嘴里诅咒着什么 我担心他会写检讨 侯宝里有个项上八大改行 咸风驾崩 为了避讳 卖胡萝卜得用蓝布套着 卖西瓜瓢得用白布盖着 酒糟笔出门给您抓药 被关差一鞭子打了 爷 为啥打我 你先把这酒糟笔染蓝了才出门儿 还是忍不住去想潘小刚 他是幸运的 女儿是求学去国外 而不是被寄生为社会调剂 卖到国外 房子没烂尾 攒的钱也没被社会调剂到 吕逸的瑞士账户 对了 当储户们发现账户出了事故时 吕逸正在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 讲好中国故事 这年头 你要是不给中国百姓制造点事故 都没资格去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不缺美好故事 是薄牙 紫漆高山流水 腐败一曲破琴绝弦 是消速如松的激康 竹林光榜子打铁 已是远卖不群 再不济也是青帮大亨 杜月圣一把火烧掉所有借条 虽说中华文明这条大河 也是宁沙巨下 但审美金仙毕竟还在的 可不知何时 你要不够无耻 都讲不好中国故事 比如为了凑齐社区接种名额 社区人员溜进私宅忽悠98岁精神病老人打疫苗 导致老人病危 还伪造签名说老人是自愿 然后刀盘老师们就向世界讲 我们的抗议是最经济 效果最好 早在1976年文革刚结束时 北岛就写了回答 试图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 是通行症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到现在就是 核酸是居委会的通行证 疫苗是健康者的慕志明 无耻成了支柱产业 一边核酸经济取得了伟大胜利 一边成千上万家小店难以为继 有个留言让人泪奔 我真的很爱我的店 可实在扛不动了 扛不动了 押金不要了 我点养老人 孩子 这将是一个分水岭 在此之前你相信奋斗改变命运 在此之后你明白只有基因能改变命运 并非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而是金子必须要游对地方 当初电视剧《奋斗》把80后 尽力的肾上线爆表 现在他们发现 他们终于把自己奋斗成了房地产的支柱产业 《奋斗》的编剧早去了美国 爱国导师狄山英断言美国五年内闭垮雕后 带着隔来的几十亿润到美国 他们那么傻 我不骗 下一拨人也会骗 是个良心小偷 偷了你钱包 但把身份证留下 让你能认清自己的身份 中国人毕生奋斗 不外乎孩子 老人 存款 房子 想想哪一件真正属于你 思想也不属于你 你刚写了段情感小说的开头 今上午去揭晓力 遭到远程删除 人类均看不出哪儿犯记 但AI技术迅速捕获开头两个字 科技人员已能用人工智能 甄别党员忠诚度 能用AI技术判断妓女 站街头超过一分钟 或与异性交谈超五秒钟 就是性交易 有个妈妈天天在街口等儿子 这天儿子回家找不到她 才接到阿塞尔电话 不管是为人民服务 还是为人民性服务 哪个工种都得接受老大哥全方位把控 又有个国税女公务员 因麦银被抓得到大家夸赞 现在人民群众把官员的道德水准 降得很低了 不贪千万都不能叫贪官 女公务员出卖自己身体 简直就是圣女 所以蔡根坛说 老鸡晚景从凉 一是知音花五外 征负白头失手 半生之倾苦之非 翻译成大白话 女大学生出去坐台叫堕落 坐台小姐去读夜大 那叫上进 其实真正让人肃然起敬的是 前些时候上海一家奶茶店女店主 因为疫情交不起房租 为挽救苦心经营多年 濒临倒闭的奶茶店 在抖音开了尺度大点的直播 就被判了三年 其实我不是很介意穷 只是很介意 如果不无耻就会变穷 我也不介意没有尊严 只是很介意 只有无耻才获得尊严 太宰智在《人间诗歌》里说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就明白中产阶级潘小刚为何润掉 他1995年大学毕业后北漂 没钱没房 但相信奋斗能改变人生 深奥时还痛骂老外造谣 北京污染 他唯一担心没及时办理赞助证 就会被抓去挖沙子 无数个996 007 他有房有车 有户口实现了阶层提升 他觉得要回报社会 遇到不公得发生 有一天他发现北京确实污染严重 这并非反动势力造谣 有一天他带女儿去日本看樱花 那么美丽的樱花 女儿却说我怕日本人冲过来 拿刺刀把我们杀了 他震惊女儿受了仇恨教育 有一天他发现品学兼优的女儿小生厨师 无论从成绩排位和画片政策 都铁钉就读惠文中学 竟被人顶替掉 女儿哭了正晚 只说了三个字不公平 有一天他为铁链女发声 微博就封号了 他有房有车有户口了 但觉着自己仍没办赞助症 随时会被抓去挖沙子 那一瞬间 就决定着他将站在浦东机场 经历漫长的排队 登上飞机的一刹那 我的心情忽然平静了 就像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 艰苦拿到胜利 却不需要欢呼雀跃 平静享受这一时刻就好了 潘小刚落地后 发来一段五文章里的话 我从未想过 在自己的祖国使用母语 像是一场偷渡 每一次写作 都是在进行一场 不可告人的走私 我住他好运的时候 才发现我住的小渔村不远处 就是太平沦沉默的地方 那个漆黑夜晚 上千名流 中产阶级坐船准备 润到台湾 没有月光 也没有船灯 巨大撞击声中 人们尖叫着 沉默着 连同生命和全部家当 他们在黑暗中 驶向一个不知名的 叫希望的地方 但是 你知道吗 他们坐上这条船 并不是想奔向 一个光明的地方 只是想逃离 心里的黯然迷茫 时隔多年 这片海平静地 像从未发生过什么 正是鉴于期 悠悠船在水上快乐航行 甲板上的大妈们 一如遍地所见 五栋丝巾摆造型 唱起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大妈和潘小刚不同 他们有坚定信仰 只是上岸的时候 几个大妈健康码出了问题 与工作人员吵起来 码头一度混乱 他们嚷 大热天 让我们等到啥时候啊 工作人员震天怒吼 不想违法犯罪的 都得等 码头上忽然安静下来 大妈们身形定格 变得没有言语 甚至没有表情 只听见海风呼呼刮过 红红绿绿的丝巾 在风中沉没飘液 这几乎就是这个时代的图腾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什么 又不知最后等来的将是什么 每个人都知道事情将有一个结果 却不知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出结果 人们能做的只能是等 等待本身就是一种结果 两年多 从居家观察等到集中应隔离 从气泡式管理 轮动式管理等到错峰下田 波谷上班 从黄马 灰马 红马 800米时空伴随等到电子手环 以及不核酸被拘留 终于等到位资撤离 摩擦性失业 小店关闭 你仰面朝天 一声长叹 你情绪敏感 行为焦虑 上海就传出排查一次精神病患者 无故不上学 不上班 不出家门 过分话多 乱管形式将作为精神病排查线索 我旅行到武汉 一个叫布鲁斯的哥们儿来接战 一米九二的大个头 声音红亮的像嗓子里安了扩音器 他是个热烈的人 也是个话牢 每一秒都试图跟我说话 每一秒都用话头填补交谈空白 我注意到这特征相当符合上海的排查线索 有一次我打断他 问 你有安全感吗 他的声音忽然低矮下来 低矮到尘埃 他说 就是没安全感 一切都没安全感 说完 这个话牢就沉默了 很久 才知道 82年的他大学毕业后 先去杭州打工 又去珠海创业 输得忙都不剩 回到武汉 2019年 他借钱开了一家柴火机餐馆 三个月后 疫情来了 就关门了 他忘掉签下的那串数字 捂得严严实实 下楼抢菜 回家怕传染老婆 每回都站门外用酒精 把衣服鞋底手机喷好几分钟 那样子活想从地狱回来 他穷得酒精不舍得多用 被碰坏的手机 让他心疼好久 现在欠一屁股债 住在城中村 到处推销一种半成品肉丸 每月挣4000多 老婆在家备孕 没收入 他说都不敢要孩子 有时候就想 不如去死 他说等还完债就润了 哪怕去国外刷盘子 重要是自由 而我没告诉他 有钱才能润 没钱只有死撑 撑着撑着就被生活打磨圆润 没勇气发声 你没法润 只能润无序无声 在通往奴役之路里 哈耶克说 历史就是统治者 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 哪怕一米九二的 带长腿也跑不过通胀 哈耶克又说 如果你知道人们 如何对抗通胀时的生活 就该夸他们 多么足之多谋 哈老师还是小白了 如果他了解中国 会改口 如果你知道公务员 如何对抗通胀时的生活 就该夸他们 多么的足之多谋 最近成都发生疫情 一份流调充满新意 没有人物只有门牌号 网友发现 每个门牌号 隐藏着一家体制内单位 他表明公务员们 在上班时间 足迹窃疑的遍布太古里 还因春天茶楼 陶德沙锅 春西路健身房 爱马仕店 香奈儿远洋店 还有一些酒店 估计是去开 不对 是去开会了 在单位上班多费店 上班时间去爱马仕 香奈儿可以拉动 GDP 去茶楼 健身房 足余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为帮人民对抗通胀 公务员们 您辛苦了 老板 再加个钟 而另一份 摇债沟流调显示患者的轨迹 去汽车东站买馒头 去盘选路劳务市场 去买馒头 去劳务市场 买馒头 劳务市场 容忍真是毫无新意 苍天已死 红日当立 一个时代结束了 另一个时代开启 你看 今年公务员将补录5182人 其中5000名失事务员 散任油管惊叹 那是5000把闪闪发光的镰刀啊 就此 无论中产阶级还是屌丝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连矿老板过去总想自家孩子进三星 进外企 现在觉得这太特么low了 哇 你好容易拿了和物理说事 咋也进个街道办吧 实在不行 当个城管 不被欺负 还稳定 恍惚回到40年前 那时看得见的手 碾压看不见的手 那时柳传志骑个破自行车 觉得自己地位比马路亚子还低 40年打拼 柳传志好容易把这一只传到了柳青 前两天滴滴被罚80多亿 举国大快人心 资本家都坏 让我们去考公务员吧 一起去看流星雨 40年后 看得见的手回来了 柳传志该记得 他在郑和岛训诫各位 别谈政治 再商言商 佛在那烂图四说 你每一句话都是因 你每一个事故都是果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但摩拉开了 你没机会卷土重来 你不可能像过去那样 每天心情工作 做文案 付诸行动 交易 喜悦地把劳动成果存在银行 牛逼哄哄地说你有一个梦 1968年4月4日 马丁 路德 金说 我有一个梦 现在是去银行兑现他的时候了 他是没到过咱们这儿 他敢牛逼哄哄跑银行兑现梦想 一定会被白衬衣跟地下打的他妈都不认识他的 最近大家爱聊马斯洛的人生五层境界 生存 安全 社交 尊重 自我实现 说着符合着人类升华轨迹 你个叫化子 要什么红糖白糖 要啥自行车 商鞅早就定下组织 平民 弱民 平民 乳民 义民 让他们吃上饭就够了 还不能管太饱 帝国子民的完美轨迹就该是馒头 劳务市场 馒头 劳务市场 常有人来问我该怎么办 我说 对不起 我也泡在水里换着泳资呢 也许你真正要做的 是带着愧意 深觉自己对不起社会 刚才在华山医院见到一个农民工 手指断了 可没有核酸码也没带身份证 不让进 他是别的医院转来的 那家不给做 他在那儿手里握着掉下来的半截断纸 沾满了你 连血都没有 医生看惯了这场面 满悠悠说在哪儿做核酸 忽来换去 整个过程感觉这个大叔特别能忍 还有一种愧疚感 要不是问起来 人们都不知道他还握着一根已经烂黄的断纸 他就在那里默默排队 不敢发脾气 因为没做核酸 他怕又被赶出来 此处该上苦难及美德 很二旧的大音乐 说起音乐 前两天看了个视频 画面想着凤凰传奇 一群大妈在街边跳广场舞 祥和 从容 美好 镜头摇过去 竟有个男人因生活不如意在跳楼 吃鸡米外的大妈们不为所动 这远都不瞅一下那跳楼男人 继续祥和 从容 美好的舞蹈 非常电影感 一点都不为何 深具象征意义 所以面对生活 要活出产意 要么像推销半成贫若丸的布鲁斯 身负贫穷 怀揣热情 对着客户说 哥 我干了 您随意 要么像跑到彼岸做足御师的凤姐说 我已翻篇 你还在克州求见 我论了 你随意 最新的全世界最小移民的国家排名出炉 中国飙升至第四名 澳洲才排第九名 我猜第一名肯定是朝鲜 这篇文章写了很多成年人的命运 他们不重要 命书已定 我写他们只是为了反衬 带出湖边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今天是潘小刚女儿的生日 满13岁整 潘小刚一大早就去超市 取了预定的生日蛋糕 然后带着女儿一起去湖边散步 那里有很多小伙 姑娘在踢球 纯天然草坪 纯天然表情 一国土地上 潘小刚祝女儿生日快乐 女儿吹了蜡烛 他俩看着像大海一样 无边无际的安大略湖 女儿忽然说 这是第一次没在妈妈身边过生日 但这里有自由的海鸥 松鼠 和善的当地人 我并不孤单 我喜欢这里没压力 虽然暂时还没朋友 但相信不久就会在学校里 得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他这么说 潘小刚忽然赶到 女儿瞬间长大了 父亲和女儿至今热爱着对岸的祖国 他俩把自由揣在心里 走到哪里 自己就是祖国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